分享给时告换眼 具体使用的插件就是这个 IPF Type的Facial ID 给它一张NL 通过这个高清选择高清 再转换它的处理 这边给它一张反线提示词 随便真实的文物给它一张 这边选择E就可以 这个选择平行的线形的 然后这边是ControlNet 给它一个参考的深度图 让它参考这张试告 再把这张试告给Atapt做参考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 把这张NL换过去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组模型也要选对 等一下我会示范一下错误的模型 和去掉这个反线的效果 这样子生成它就实高的效果就很强 如果你把这个反线的去掉的话 它就会接近正能的效果 就不是实高的这种效果 所以这个反线提示也很重要 这个就有点太正能的那种感觉 眉毛也不太现 所以这个要给它加上这个反线的 真能的去掉这种分割的图 然后再生成它就正常 这边不是我给它改低一点 好这边提示茨就是一个白色石膏黑色背景 这个常用的反线提示茨 这个没什么 这个就尺寸 普通采氧器 这个就 加了一张反线提示茨 这个效果就完美一点 模型的影响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2D的 或者等一下我再切换其他的 它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边模型自己要选择合适的 像这个效果就很故意 因为模型的原因 它就这个分割 如果把它改成真能模型的话 它就会偏显真能 所以这个跟模型关系很大 这个真能模型 它就也怪怪的 所以都不合适 我找到最合适的 这就这个模型 这个V1-5 这个应该就是普通模型吧 这个我会分享在我的 这个端脑云上进行 然后点开我的工作 就在这 里边有很多也有换砖的 厚度的 所有的 我叫成所有的这些功能模型 每个都有它的作用吧 我都放在这里边 这样子在线使用进行就不需要考虑 安装啊 什么部署 当然这个插件 安装方法 还有这个工作没有 我都分享在笔记里 大家可以看视频简介 就可以找到 现在这个 换成这个模型 它就会正常很多 如果你想要增添很多细节的话 也很简单 你把它改成 2M的这个模型 还要部数 给它调高一点点 再去生成 它就会很多细节 还有根据提示词 你可以增加丰富一点 其实重点就是使用这个插件 换为再加上一张反线提示词 这个最重要吧 反线提示词 它才会按它遵循的这个视告效果 去搞定它 还有这个contrernet也是 这个你也可以控制它 比我这个改低一点 这些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控制生成的效果 改低一点就 蠻好 所以这个还是莫养仪吧 目前这个参数我调的话是 换为比较完美的给视告换为 所以你参考我的设置即可 好 这一期就到这 这期就到这